大家好,我是小娜 我身后的这个大土堆呢 是以前一个清朝一路下来的古堡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 它那个城墙现在都能看得很清楚 咱们去那边那个古堡里边转圈看看吧 走 在那边看着是挺近的 将近跑了差不多20分钟才跑到这 你看,这个城墙,听以前的老人说 以前这个高高的城墙上面都能逛马车 咱们走近看一下这个古堡吧 走进古堡呢 就看见那边有两座快塌了以前的老房子 看那个外销肯定已经有几百年了 我在这边看到那边的几座房子保存的还挺完整 咱们去上边看看吧,走 哇 哇 好漂亮的造型呀 这属于意外收获吗 对呀 那个卖古董的大爷家里不是也有这种东西吗 这啥 什么,啊,还有 你看 这算是意外收获吗 这个盖,这都是以前老房子上的东西 你看这都是以前的青砖 都是以前老房子上的造型 这个就是脸花吗 这是脸花吗,等等 你看这还有一块 哎,其实这些都还可以 那个大爷那儿,那次我问了一下卖好几百块钱一对呢 你看,头发还有团 走,咱们再去前面看看吧 哇,你看那儿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 咬洞吗 看起来不像窑洞 可是它那个大门已经埋进土里半截啊 哎,是窑洞 是窑洞 是窑洞 走走 哇塞,就帮你看 咋了 我怎么 我怎么 害怕了 哇 那个下面还有一个地洞 哇 对啊 咱们不敢下呀 我进去看一下 哎,你别吓,我害怕了 那怎么下面还有一个洞呢 对啊 那要是个坟墓了,吓死人了 那咱走,咱走,咱走,咱走 走 哎,你看,你看 这个里边有东西 好 这里面有东西 对 抄一抄 这是老以前的那种骨碗哦 要是这个全部都是青花瓷的话 今天咱们可就发了 那个是瓷碗,那个不值钱 是吗 对 对对对,就你拿这个 对 这个值钱啊 对 哎,这个上面还有落款呢 有吗 有 看 这啥东西啊,也看不懂 是个花纹 嗯,看不懂是啥 再找一个看看 就这一种的有 就这一种有 嗯 那这一个碗两块钱呢 你输了至于多少碗 哎呦,这哪能输过来呢 这一大票散落的全是 哎,景棚,这个 我发现一个很值钱的碗的残片 要 这种碗之前 我刚才说,咱不是刚看见一个洞吗 嗯 那洞门口就是一个碎片 是吗 我就说要拿这个碎片 这个碗之前 您忘了在有些视频中也拾了一个这么一小点点的几百块钱 估计这种碗得上千了 这儿肯定有 嗯 走吧走吧 咱们快走吧 哎 那一半应该是这个碗的残片 这上面也有落款 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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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上面还有这种图案 还有这种落款 落款是吧 如果看不太出来 你看 反正这个碗肯定是挺值钱的 以颜色看着挺值钱的 是吗 嗯 放到吧放到吧 你要残了 对啊 走吧 咱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走 大家看一下这个窑洞 后边很深呀 后边肯定还有被挖过的那个痕迹 我转了一圈看这些窑洞呀 都好奇怪呀 我都不敢下去 就在前面那个窑洞发现好多碗 我觉得还是蛮值钱的 呃,要不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次我们多带几个人再过来看看 再见